好 提早安排时间来支持社区公寓之外 迎接六月份旅游的旺季 曾经被国家电理杂事评选为 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黄石国家公园 当然也不能错过 因此呢 南加州有一家旅游业者 特别推出了独家行程 真六大行程是方便民众 全方位的体验 大自然美丽 从地表喷出巨大的水柱与蒸汽 黄石公园带给游客的惊喜 还不止这样 如彩虹般的温泉色泽 五彩炫目 还有深邃的峡谷 以及飞柳池下的瀑布 想今年夏天近距离体验到 黄石公园的鬼斧神工 南加州旅行业者特别推出独家玩法 我们会在黄石国家公园内的小木屋 也是体验大自然的小木屋 因为这个小木 定这个小木 我们这是在两年前就要定下来的 因为国家公园小木屋的数量有限 不只能入住小木屋 深度体验黄石公园 加上旅游业者规划的六大旅游路线 更方便民众再玩一趟也不会拟 在这个林阳彩屑啦 去这个西峡谷啦 去这个大峡谷啦 南峡的这个国家公园啦 去这个古门国家公园 这个是去那个林阳彩屑 还有去古门啦 提顿国家公园 而独家优惠 东森观众 黄石公园搭配西峡谷 还有优惠家 在5月12号跟5月26号 都有这个促销 就是呢 我们也是跟东森 电视台的这个关系嘛 所有这个听众 观众听得到的 那来报名呢 都有50块钱的这个指控 强调每年只有暑假期间 才会短短开放几个月 黄石公园六大路线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机会 查询更多详情 请上美国亚洲旅行社官网 我们的新闻彭迪罗瑞里 在洛杉矶采访报道